好 中共在禮拜五的時候 開了一個緊急記者會 是藉由國台辦的平台 他宣布要制裁台獨頑固分子 那看到的是五大機關 一字排開 發布22條新規定 最終可以判死刑 要懲治台獨 分裂國家罪 情節惡劣 終身追責 即使你人不在當地 他也可以開庭來審判你 那當然這件事情 傳到台灣之後 很多人都覺得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為什麼 在這個時間點宣布呢 那中國大陸的學者說 北京法理 用法理來遏制台獨 向國際來做一個宣誓 那鄭文燦 他是海基會的董事長 所以他就立刻有一個回應 他說 任何傷害兩岸關係的事 你盡量避免 你不要做 就是跟勞共講 你不要這樣做 我們的陸委會 欲請國人安心 不用怕 安心 不用怕 當局對台灣 不具司法管轄權 他們又管不到我們 有什麼好怕的 不用怕 我們再來看看央視 因為這個22條新規 最終判死刑 的確確在台灣 大家聽了 不會有人開心的 不開心 不爽 生氣 所以央視感覺上 有出來緩霞 昨天央視就報了這條新聞 然後他特別講 他說 只針對少數 不是全部2300萬人 只針對少數 我們可以看到四個情形 如果你仔細看他 這個四個具體情形的話 的確就像嘉瑜講的 應該2300萬人都在他的 對 都在他的範圍內 因為如果你主張 你主張說我們台灣 要加入國際組織 不行 你可能就是台獨 或者是說 你可能包括這個 你有這個台獨分裂行動 綱領 計畫 民進黨的這個黨綱裡面 就有類似的東西 台獨黨綱 或者是說這個 台灣前途決議文 這個就有 你也是台獨分子 還有另外包括 你如果制定修改 解釋廢止台灣地區相關規定 如果你制限 這個台獨制限 那你就是台獨 或者你公投 用公民投票行為 要贊成台獨 這都不行 或者是你在文化教育上面 講說我們不是從中國來的 我們是南島語系的一份子 這個也不行 所以他的這個定義 其實你說清楚嗎 感覺上很模糊 大佬 是這樣 首先要恭喜你 因為五個禮拜不見 我覺得這個節目的水準提高 謝謝 因為剛才第一輪 就原資也好 孟凱 彩薇 宜萱 還有尤其是我的朋友高教育 講得都非常有水準 你知道嗎 就講道理 講邏輯都不錯 現在問題是說這種情況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覺得大家應該 集中一點點去想 因為不同不獨不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這個習近平都親口證實 現在問題只有一個 因為習近平對小的 你這個台獨 他不放心 所以他這是武嚇嗎 不止 因為他是武嚇 打你才是武嚇 他已經不打了 對不對 他是多元化的 全面的嚇阻 所以包圍 經濟制裁 你可以想像得到的 他都來了 但是我覺得 習近平是用人吃檔 他想出這一套的 怎麼想出這一套 那台灣 台灣該受處分的 不只是王定宇 我也算 對不對 高教育也算 我覺得台灣除了統促黨以外 大概國會裡頭 有哪一個共產黨 都會把他看成敵人 大概恐怕只有高見宿美 對不對 因為高見宿美講說 我們習近平 對不對 講這句話 可是他也贊成教務WHA WHO 那也算 所以說老共是很笨 老共這樣 但是我們的陸委會 我們的海區委員的回應 沒有什麼錯 但就是官話 官話 就是官話 你應該講的 跟老百姓聽進去 有感的 有血有肉的話 比如說習總書記 希望我們兩岸心靈交合 對不對 心靈契合 心靈契合 這個就是讓心靈契合 越走越遠 越不契合了 對不對 因為他是要嚇阻 但是有達到嚇阻的目的嗎 沒有 因為覺得無感的人照樣無感 不去大陸的人照樣不去大陸 真正反中抗中很厲害的人 他說這個好 這個是我光榮的徽章 對不對 怎麼你那麼笨 我跟你講 我覺得政府要多聽我的話 但是政府不聽 我覺得習總書記要多聽我的話 你搞這個東西 當然他的時間點 然後要嚇阻台獨 這個可以理解 他講的大家都講 你跟范德萊恩講 他不會二十五年不打 所以這個就出來 兩個室友互相黑臉白臉 平衡 就平衡一下 不然你們就反了 這個可以理解 但是你用的手段 用的這個技巧 也未免太笨了 對不對 你小孩都不能這樣教 你要嚇阻台灣 你不能用這個粗糙的方法 沈柏洋說 這個顯示什麼 習近平可能慌了 他越來越害怕了 他說習近平越來越慌 你覺得你是亂講 你有證據嗎 他說的 沈柏洋說的 沈柏洋的話你還當真 沒有啦 沈柏洋說的 沈柏洋說的 為什麼這個國安 中國的國安跟公安部 舉行這個記者會 因為他認為習近平 現在越來越慌 對於內部的不穩 認為需要被保護 所以習近平的心情 是讓國安部和公安部的聲音 變得強大 這是沈柏洋立法委員說的 不是我說的 因為他的專業是 這個黑熊部隊 這個國安 我以我的童中為此 你知道嗎 胡說八道 這是民進黨的新三寶 這種話就判斷你有問題 是 好 我們看到苦林大哥也發文了 苦林說 這個中國提嚴懲台獨的意見 他認為其實每個人都在 射程範圍之內 包括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就我剛剛講的 台灣本來不屬於中國 你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嗎 你贊成公投決定台灣的未來嗎 你可支持 你支持台灣向美國購買武器嗎 他訂了這五個題目 如果你答案是Yes 他認為這個就是台獨 所以大佬剛剛講對了 如果有比較堅定台獨的想法的 這一些比較激進好了 或意見表達比較活潑這些人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看到這個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我回應一下 苦林講說每個人都在射程之內 對 但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射程之內 這個連射都不能射了 太多人 好 另外我們看到美國 其實最近對於挺台的動作 也越來越大 的的確確是的 包括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決議 前一陣子不是一直被拿出來討論嗎 包括您看到的駐親 就是美國國務院的亞太駐親 也在最近這幾年都重申 重申說聯大2758號決議 無關一中 在2021年華自強講過一次 康達講過一次 今年的四月份 蘭默克跟康達又再重申了一次 感覺對中國大陸的 在法律戰上面 美國也出了一些力 而另外最新的消息是 昨天晚上 王金平前院長 瞧瞧的到中國大陸去了 今天早上新聞都傳回來了 他在中國大陸的昆山 來做一個兩岸的宗教的交流 看到王金平他秘密訪錄 有媒體說有可能會見到對岸的政要 會是誰呢 會是宋濤嗎 因為王金平儘管他是國民黨的大佬 可是他跟蔡英文前總統的關係也很好 過去大家還記得嗎 蔡總統一度想要請王金平出任 海紀會董事長 後來這一局是沒有成 而另外媒體都這樣講 去拜馬祖 然後江劍宋濤 不過這件事情還沒發生 他要在大陸待7天 未來慢慢來觀察 我們看到今天早上 我們特派傳回來的畫面是這樣的 王金平登陸現身昆山 馬祖活動跟江蘇的台辦主任 童框是這位女士 兩個人童框了 大家知道昆山在上海的附近 有超多的台商 超多的台灣的工廠 因為我自己都去採訪過非常多次 以現在民進黨政府執政之效 我想沒有任何一個政治論文 有辦法當作是兩岸的橋樑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如果說連海紀會董事長 鄭文燦或是陸委會的主委 邱垂正都也是對於兩岸的交流 沒有辦法這樣子施展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還是一樣在執政黨的一個思維上面 我先拉回來順著剛剛大佬的話講 就很多人講是說 到底誰才是中共同路人 其實越來越多有這種講法 為什麼 因為當上個禮拜五 這個國會改革證如火如荼 這複議的案子的時候 突然對岸來傳出這樣的一個 這個法規 會讓很多台灣的民眾又群起激憤 好像就真的就是又要配合 這個民進黨來做演出 所以很多綠營的人 好像就有撿到槍 然後可以在網路上這邊 來這個耀武揚威 其實某程度上過去民進黨執政 到第三次 真的是他人選推出來的好嗎 真的是他內政做的好嗎 真的是他執政做的好嗎 沒有 但每一次大選的時候 就用一招抗中保台 我們也一直在想是說 這個大陸為什麼每一次 好像都跟民進黨這邊附和 就讓台灣的民眾 越來越對於大陸反感 所以其實拉回來講 真的 國民黨已經當過 太多的刹車皮 我們現在也就覺得是說 如果說真的 台灣人民都覺得是說 抗中保台牌有效的話 那這樣子真的我們就大家一起共同的決策 但重點在於是什麼 重點在於是誰在這個內部找敵人 我覺得這才是關鍵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 但是在內部找敵人的 就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最喜歡就是故意的 往別人身上潑洪水 潑髒水 潑黑水 所以說就像我最近 也有發生一個事情 兩個多月前 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的一個質詢 我明明是問的是科學園區相關的一些 地震結束之後的一個災損 這個在過去兩次的大地震 都有統計的一個數據 結果沒有想到 就讓我們民進黨的委員 可以把它封馬牛不相干 直接講是說 我在要內部的機密資料 而且這機密資料 還沒有任何的真評實據 以前講說抹黑 是三分真 七分假 我故意的來抹黑 但是現在是完全十分假 十分假的部分 沒有做的事情都可以故意用側翼 用風向來去刻意的抹黑你 來幫你潑洪水 我覺得如果說這種行為 一次 兩次 三次 然後像之前原資也一樣 明明他講的是說 在院內裡面 警察權是要保護 韓國瑜院長的部分 可以被民進黨的委員 直接抹黑成說 原資是說要動用警察權 去跟民眾來做對抗 我覺得這種惡劣的方式 其實才是民進黨 從過去到現在 都是民進黨主要發起 而發起這樣的結果 只是想要故意操作 政治仇恨族群對立 來去獲取政治紅利 我覺得這才是現在 大家覺得說 2350萬人共同對立 找敵人的就是民進黨 剛剛提到王前院長 他秘密登陸 到中國大陸去做 文化宗教上面的交流 傳說他在登陸之前 有兩個人跑去找他 求見這兩個人 一個是鄭文燦 一位是羅文嘉 為什麼 他是跟他求見寢意 因為在這個兩岸緊張之際 可能是不是要傳遞 什麼樣的訊息給對岸呢 這個我們待會繼續看下去 好 觀眾朋友 在這個屏東的河三場 即將要慢慢的除疫了 要退出歷史了 要這個離開 我們這個離開他的工作了 周邊有四個鄉鎮 據說很不捨得 很捨不得 說可不可以研議 為什麼 當然有很多的補貼 周川銘也講話了 他是屏東縣縣長 他說要嚴肅的面對 電是否足夠 非核家園要爆住 可是所謂的電夠不夠 還是要嚴肅的來面對 核三如果除疫的話 我們會陷入缺電的危機嗎 現在傳出來 麥寮的電廠 它是燒煤的 比較多污染 理論上 所以現在傳出來 還要研議 環團就很生氣 他說你這個 講好的要退疫 你不讓它退 繼續燒煤 你是要用我們賣療這邊 雲林人的肺來發電嗎 我們來看看 說要留到委員會來討論 不過童子賢鼓勵讓核能 成為記載電力 和民進黨非核家園 立場衝突 論科學核能風險 污染問題相對可控 不過當核三研議這球 回到行政院長卓榮泰手裡 能源政策恐怕還是 酌內閣燙手山芋 確定沒有核電嗎 賣療要演繹 環團是抗議對不對 然後核三要演繹 環團是支持 所以現在在環團的心中 活力發電比核電更恐怖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在講反核 每次都把散布核恐懼 其實現在已經不符時代潮流了 現在大家越來越覺得說 核電是比較符合綠能乾淨穩定 像童子賢也講 童子賢講說是要穩定的供電 他特別提出來 他是說有一些電的發電方式 是有 但是那個叫間歇性發電 比如說沒有太陽就沒有光電 沒有什麼其他的 比如地熱就沒有地熱發電 只有核能是穩定發電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可以重新去思考 就是說到底讓核電延溢 是有這麼恐怖嗎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核三周邊的鄉鎮市 還有環團的反應就非常清楚 包括日本自己有福島核災 但是後來日本也修法 要重新使用核電 所以我覺得 其實賴清德總統 他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其實也不見得要鐵板一塊 反正民進黨什麼都可以改 之前自己推國會改革 現在也是反 對不對 你的時工環境變了就好了 對不對 現在就時工環境變了 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發展AI 我們現在要發展電動車 所以用電量會大增 所以不用核電不行了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藉口 說因為我們國力大增 經濟發展是虛 所以核電是必須要跟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核三 延溢 我覺得就是可以水到取成 核二的部分的話 趕快去處理有關於 核廢料的乾式儲存槽 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核二也可以延溢 我覺得穩定供電 比醫師型態重要很多 童子賢他曾經是賴清德 屬意的行政院院長 現在也被延攬到賴清德 直接管轄的 所謂諮詢委員會的 其中一位召集人 他有講 他說電力及國力 要優先穩定供電三個領域 挺核二核三研議 他說其實大家不用忌諱 我們現在有電動車 AI以及晶片製造 我們要發展的話 他用電會用很兇 所以這也是先進國家的象徵 我們要發展 那如果要讓台灣不缺電 他有一些意見 有一些建議 他說建議讓核二核三研議 那核一核四就把它給產平 產平之後引進芬蘭的 這個OL3的一種 這個新型的核電廠 他認為這樣子 這個fix之後 我們的平均電價 會下滑30% 那未來核三廠 因為政府的這個 看起來是要讓他研議 研議之後要幹嘛 大家知道嗎 要變成光電廠 轉型為光電廠 當地居民會出來抗議 或者是說希望他能夠研議 是因為他有很多 回饋地方的項目 每一個人 每一年都可以得到很多的補償 包括所謂的營運協助金 是1.8億是給所有的人 還有包括1千7百萬的是回饋 包括用過的核子燃料的儲存回饋金 還有一些社團 包括你地方發展的一些 各種社團可以有1千5百萬 還有個人都會補助 你生小孩有補助 生第二胎補多少 第三胎補多少 還有營養午餐的補助 老人三節的補助 所以當然當地居民會跳出來說 可不可以再讓他發電久一點 讓他再研議 所以你看到現在各種的意見 不一樣了 我首先要肯定一下孟凱 剛才講的那一段老共發動的司法戰 法律戰 因為如果憑著老共的講法 那台灣就完全沒有中共同路人 而且連大家藉著說要撥紅 要紅抹誰 要抹紅 根本連撥的餘地都沒有 因為我們大家都紅了 我們全國就是青天白日 真的是滿地紅了 所以但是國民黨的回應就是說 你這樣做就有害兩岸的交流 這也是不痛不癢 我跟你講 從政要嘛就不要幹 敢幹的話就進入廚房不怕熱 講話要有血有肉 你知道嗎 就不要這樣 要死不斷開 這個不好 佟子賢你也一樣 你行政院長都不敢幹 你躲到總統府新設的三個委員會裡頭的 連能源都不敢講 只講敢講氣候變遷 然後乖乖乖的講一些合二合三的問題 我跟你講 佟子賢 你做到今天的程度 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你這是指說 我只能解釋為 賴清德也許正在動搖了 所以把佟子賢 他的老師 就擺在三個委員會裡頭的總統府 作為一個將來可能改變的一個 就是說我可能會改 但是我講話 今天誰講話會動搖 總統的決定 我告訴你 誰 他老婆 黃仁勳 黃仁勳說 你好好把電力改好 要怎麼改 怎麼改 要不然 我的AI 是所有東西裡都耗電最厲害的 你想到AI像大腦一樣 大腦沒有Glucose 普桃糖 幾分鐘就昏迷了 就死了 AI 就是人的大腦 AI沒有電力就完蛋了 AI的耗電多少倍 你敢想 我跟你講 AI 如果你能夠把黃仁勳說服了 把他的重點跟他的供應鏈 通通在台灣建構起來 那個才是不是戶國神山 那是一個戶國山脈 你知道嗎 那才有用 但是你要讓黃仁勳 對電的供應要放心 那就變成AI戶國神盾 類似像這樣子 不過我們剛剛講到 核三廠如果退役的話 會變成光電廠 發的電 可能有觀眾朋友好奇 發的電是多少 我們現在的核三廠 它一年的發電量是 69萬5000萬度 大家看到這個數字 如果變成光電廠的話 就同一個原址 我們每一年的發電 大概只有零頭而已 5800度 5800萬度 對不起 所以只有零頭而已 家瑜 剛剛講屏東的幾個鄉鎮長 還有部分屏東在地環團人士 之所以支持核三延遺 就是因為一年 有2.4億的回饋金 這個數目真的非常的大 再回過頭來講說 到底核三要不要演繹這件事情 賴清德總統是交由 氣候變遷委員會再去做討論 其中大家當然會對於童子嫻 他之前的主張 又擔任副召集人 認為說是不是有研議的可能 跟空間 就這個部分大家也都知道 現在的核三廠 7月27號1號機就要停役 因為已經40年了 2號機是明年 2025年的5月要停役 也就是說在這段期間內 你說現在已經是6月23年 到7月27只剩短短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有可能突然這個 氣候變遷委員會 就把過去這麼多年來 大家既定的方向 跟目標去改變嗎 就算立法院修法 我可能時間也來不及 因為立法院7月16號 就要修會了 所以這一切其實 當然大家有這樣的期待 但是未來能源的轉型 再生能源 或者是有沒有新的 核電的可能性 這些都還帶委員會去討論 但絕對不是立刻就能夠說 核三就馬上去演繹的問題 而且多數的環團 還是主張核三必須要停役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核三 大家知道它在屏東 其實是在一個斷層帶 所以它已經40年 其實是有危險性的 這個風險如果演繹之後 所發生的問題 誰要來承擔 更重要的問題就是核廢料的問題 這個也是一直以來 台灣在使用核電上 所面臨的一個最直接 不管是新北市 當初侯友宜或是朱立倫當市長 都一樣 或是未來洪孟凱 葉原資料選新北市長 都一樣會面臨核廢量 核去核從的問題 這個是所有台灣人 都不能迴避的 所以在氣候變遷委員會 當然我們都希望有便宜的電 乾淨的能源等等的這些 新的技術能不能達到 或者是能不能去補足 核三核電演繹之後的 再生能源的電力 這個我們一直在努力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從我們這個陸續延遺的 陸續停業的這些核電廠 我們所生的這些 新的再生能源等等這些電 是慢慢在補足這個缺口 這部分是短期內 我們一直在努力 長期有沒有辦法去達到 當然我們的經濟部也一直在 不管是發展地勒 或是其他的方向 去做這樣子的規劃 剛剛講說核電有沒有機會 視為是綠電 乾淨的電 這個其實在國際的組織上 也要求 你如果要用核電當作 綠電 你所有的這個 興建的規劃等等 都要符合相關國際的規範 那以目前台灣的這些 核一到核四的這些 都還不足以去符合 所以未來這個討論 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跟很多的錢去做 屏東的這個核三廠 是我國現在唯一一座 還在運行的核電廠 它有兩部機組 大家看到二號機 一號機已經從18號起 就是上一個禮拜開始 已經以每天降 大概1%的發電量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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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它運轉停止 1% 1% 每一天降1% 另外二號機 也會在明年的5月停機 停機之後 兩部停機之後 就要開始把一些燃料棒 各種儲存槽 把它移出 除污 看起來是比較難 對 因為很難 就像嘉瑜講的 你現在趕快把法令修通過 也不太可能了 問題在於你剛剛講的地熱 光電 風力發電 能不能夠補足 補足核三廠的發電量 很難 對 你看剛剛 我們這個手版上面 可以很明顯看到 當核三廠一旦停役 它會一下子失去掉 多少樣的電力 我們怎麼去補足 剛剛我們一直在說 再生能源 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沒有錯 但是如果急急 剛剛要把它拉上來的事 這個過程就會產生非常大 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其實包含我們觀察到 童子賢他在被賴總統 聘用為所謂的委員會裡面 這個成員的時候 他在隔兩天 他馬上又在新聞 露出了一篇消息 他說我們要讓大家不能誤以為 綠能很簡單就能夠達到 童子賢的話 到底能不能代表賴總統 他已經是被任命為委員會 成員之一 後兩天他接受媒體專訪採訪 他說我們不能讓大家誤會 綠能很簡單 而且大家也要很清楚的 很務實的理解到 我們在發展綠能的時候 我們的台灣不管是多少的地 或者是農地 森林也好 會有多少的這些破壞也會產生 所以你要很科學 務實的方式來告訴百姓 接下來該怎麼做 但是看起來 我們現在的行政院跟立法院 碰到非常大的困難 就是郭智慧其實非常的難做 我認為 一個經濟部長 當他一喊出核二核三 要演繹的時候 馬上面對到的是 他面對的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當場給他下馬威 當場問他 所以非核家園 你的態度是什麼 請問一下接下來的行政院 接下來的賴清德總統 你到底是要面對你家 民進黨的立委 給你們這樣子作繭制服 還是你要大破大力的來面對 真實的現在大家的狀況 我最後要講的是 我們現在跳電 是基本上每天在玩蘿蔔蹲 內科蹲完 內科跳完 換我們西門町 西門町跳完再換信義區 大家開始人心惶惶想說 什麼時候換我們家會跳電 跳電小字 可能家電的電器壞掉 大字民生的經濟損失 再來電力問題是國安問題 所以不可以用這樣子 好像短時間之內沒有辦法做到 就推延 要不要做 現在趕快決定 從現在開始 沒有民進黨做不到的事 國會改革都可以推翻 自己過去的說法了 現在能源還有什麼 他們做不到的 好 我們進一下廣告 任務 臨庭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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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